Hello 大家好 我是莉莉 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关于到德国留学的七个步骤 我相信乱文这七个步骤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间你想要的学校 然后你也可以顺利到德国啦 那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今年的疫情关系 所以不想要出国去念书 那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重点 你想要相对的你要把握这一个机会 就是申请学校 那这样子有可能你的几率就会提高 好 首先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超级简单的 就是呢你只要思考就好了 思考为什么你想要到德国去念书啦 比如说你想要 因为一个比较好的学历啊 将来比较好找工作啊 或者是说你想要体验一下国外的生活啊 那或是交一个国外的女朋友啊 doesn't matter 我想这就是你的动机 你必须先思考清楚 那你之后写动机信也比较好写嘛 对不对 那你思考完这个问题呢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啊 付出你的行动 不然你永远只是躺在那边想而已哦 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如何找到一个program啊 就是 就像你要找一个女朋友一样 你要找到一个适合的 是要怎么适合呢 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上DRD的网站 对 我知道这非常的老掉牙 可能在我之前的影片 还有一些文章当中 就会叫你到DRD网站上面找 但是呢 我今天是要告诉你要怎么找 没错 到DRD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是要用英文硕士的话 它大概结果就会有1000多个硕士的program 让你选 那你又要怎么在1000多个的program当中 选到自己适合的program呢 我觉得会有一点困难 不过对停下去就不难 主要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像我的话是读环工嘛 那我就会再输入一个关键字 就是environment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出现大概50个结果 可是我们通常不可能申请50多个学校 因为这个第一是要花时间 第二个是太不符合 就是太没有sense的 所以呢 我们通常就是挑5到10个左右去做申请 那你这过程当中要怎么filter掉你不要的 我想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很难 所以你只能用删去法去删掉你自己完全不想要的学校 这时候你就要透过每个program 点进去他们自己的那个网站上面去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curriculum 就是他们课纲的安排 如果你非常喜欢他们课纲的安排就可以留下来 可是如果有一个你不喜欢的话 我建议你就把它删掉 因为透过删去法的话你可以很快的结论出10个你想要申请的学校 那这10个的话呢 你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对待这10个候选的学校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不用 对 然后呢第三个步骤就是呢 你已经挑好了10位候选人了嘛 那你接下来呢 你挑好了但是人家就会挑你了 你就得去看他们的入学要求有哪些 比如说呢 雅思的要求啊 还有托福的要求 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嘛 然后还有呢你过去修过的课的关系 比如说尤其是你想要跨科系 但又不要跨得太大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去看他们对你的要求是你可能曾经要修过那些课 才可以去申请的这些学校 当然我觉得大家在这一个部分不要去限制自己 因为在德国的部分的话 他们是会要求说 哦你就是以前一定要读过这个 才可以来这个学校 但我觉得在国际学程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是都申请 那你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你就是再多加一间申请它也没有关系 就是试试看的情况之下 对 然后呢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交哪些文件 还有申请的时间 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申请 我知道有的话是Wooning Assist 是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可能就是他们各个学校有自己的网站 像是那时候是土加特大学 就是透过他们自己的一个campus的网站去做申请 所以呢 每个网站都会不一样 那 这个就是你需要在这个阶段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钱了 因为如果很多人考虑要不要出国的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关于经费这件事情 那 经费的话呢 你当然可以毕业之后先工作个一两年 存个钱 再去留学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也可能想说我一毕业就想要出国 那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去申请一个奖学金嘛 那 奖学金的部分的话呢 我之前应该有在其他影片分享过 就是有一个中卓教育奖学金 它是给理科的学生申请的 所以呢你也可以去申请它 但它名额不变 但是申请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挑战性就越来越高 但是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奖学金 就是你也可以到德国当地之后呢 再去申请德国他们的奖学金 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点困难 或是你没有机会申请上的话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到德国的时候呢 你可以边打工边念书 打工的方式呢 我主要把它列成大概三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呢 最不需要脑力的打工 当然就是到餐厅啊 其实中国餐厅 或者是说你到饮料店 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 在那个德国同学会的网站上面 各个地区的同学会上面 他们有时候都会发布一些关于打工的资讯 然后呢 再来就是到麦当劳啊 或是服饰店打工的 这都是我听过的案例 所以是可以打工的 不用担心 一个小时大概是10欧左右的薪水 其实不无小补啦 你就是可以补掉你的 比如说住宿费啊一个月这样子 那一个礼拜大概都是工作20 最多20个小时 因为我们的签证是有 时数限制的嘛 所以这个部分是第一个方式的打工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可以 combine 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去做打工 比如说 你可以去做学校里面的学生工 就是HIVI 它是简称HIVI啦 全文是HIVI's Feesenschafter 就是你就是帮忙做一些学术上面的大工 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那时候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去做空气品质测量 我是觉得非常的辛苦啦 不过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你在学校打的工的话 因为毕竟是跟你学术相关的嘛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到你的履率上面去 那同时你又有钱零 一样是一个小时大概10欧左右的价格 就是最低的价格这样子啦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第三种的工作的话 你就是可以做Vevstudent或者是Practicom 这个的话呢你就是要透过一些求职的网站 我已经提过无数次了就是 StepStone, Indeed, Singh这些 去找一下Vevstudent的公司有哪些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就是关于Vevstudent跟Practicom的差别 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你去做Vevstudent 因为Vevstudent他的一个小时的时薪 大概有时候可以来到14块15块左右 就是看你的公司的好坏 然后呢如果是Practicom的话 他通常是一个月固定给你多少钱 比如说给你800块900块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是非志愿性实习的 那非志愿性实习的话就是你的课纲里面规定 你要去做实习的话公司是不会给你钱的 所以这时候你在上一个步骤 在看课纲的时候我也蛮推荐你去看 有没有需要实习这一块 再来第五点的话就是呢 当你已经解决完钱的问题啊 申请的步骤啊 最重要的就是签证啊 签证我觉得我在之前的影片讲过 我把它放在这里自己去看啊 他们不外乎你就是上德国在台协会的网站上面 德国在台协会的网站上面呢 你可以去载一个check in list 那这个check in list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要列出就是你有可能要缴哪些文件 好我把它放在这里 这些文件可能会随着不同的时间有所改变 比如说我在2017年申请跟2019年2020年申请 就会不一样了 没错就是你们要自己去看啦 最重要的就是在面对德国在台协会的网站 在台协会的时候呢 第一一定要把文件准备好 尤其是你要看清楚有哪些 因为我曾经就是去的时候然后被打枪 我建议你就是准备好再去 然后把资料全部就是按照他那个check in list去走 不要把它订在一起就这样 然后能提早预约的话还是提早预约 最后一个就是你已经run完全面的行程 代表你已经找到一间学校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找房子 找房子这件事情呢 我只能说这就是看你要申请哪边啊 当初呢师徒大学他非常好的是 就是对国际生非常优惠是 他一开始就给我们两年的合约 住在学生宿舍里面 那你甚至可以透过 比如说你当kitchen speaker去延长你的合约啊 等等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是师徒最大的好处 至于如果你是选择到一些比较大的城市 他们可能学生宿舍就是不够住 你可能就是要排队的情况之下 你只能自己找房子 那找房子的方式呢 我听过的就是透过 透过Faigegsuf这个网站去找 那有些人说他上面可能是骗人的 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啦 毕竟你就是先跟他们书信往返嘛 那看房的时间尽量就是不要自己去看房 也是找朋友一起去看房 这样会好一点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透过在德国同学会的Facebook社团里面 有些人都会po一些房源的资讯嘛 那你就去问他们这样子会比较好 然后第三个的话 你不介意的话 我相信你也可以下载一下微信 微信里面一定会有当地的一些中国人的群 透过这个群也是可以蛮好找到房子的 那第四个的话呢 我听过我一个韩国朋友最离奇的方式 他跟我讲说 他看过了师徒很多的房子 都是透过报纸的房子去找的 因为他说就是 现在大家都透过网路上面去找嘛 那你看报纸的话 反正就是没有人找 所以透过报纸的方式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啦 可是因为毕竟如果你刚到那里的话 如果德语又不是特别好的话 这个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 好如果大家有需要更多的资讯的话呢 我会在底下的资讯栏 补充每一个网站的网址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对于这七个步骤 有更仔细的比如说答案的话呢 或者是像是奖学金 中组章教育奖学金的面试问题 我可以就是整理一个文件 那你只要在底下留言email的话呢 我就可以寄给你 对好以上就是这样 拜拜